梁君彥跟一班议员中联办去见郑雁雄,以前这些就不会大摇大摆进去 以前就会秘密一点,免得被人说你中联办治港,现在完全不秘技 记者问郑雁雄对你们有什么训话,我心想训话,梁君彥不是训话 我们立法机构做监察,我们沟通一下,打个招呼 他连答这些问题都不认识,好像立法会秘书处的医家 那些技要用一个议员代替议员的名字,梁君彥都说OK没问题 他说会快了,因为以前要写议员的名字,要找议员核实 就要四个月,现在一个月就搞定,我心想他每日都要做这些技要 说句话都要核实,要用多三个月来核实,你这些立法会秘书处的人废 你们不认识,如果司机这些炒了,做什么事,你不核实这句话 他是不是OK,OK的就放上去寄要,要搞三个月,私人企业 搞三个小时都被炒了,这三分钟可以搞定的事 做什么事,梁君彥,你这些人是不是吃失米,而他合理化这些事 一个月,这些是连建制派传媒都批评,这些是倒退 你说不是,他可以看案时间,看议员的发言 看议员的发言,你发言可能说十分钟 我看文字看十秒钟就搞定了,你是不是要浪费人的时间 还说这些是快了好了,根本就在那里说废话 你看现在香港上上下下立法会搞成这样,政府他做事 烏这单刀就好像搞那个什么,二通行,你笑到你本来二十六号 后来就说要延到五月七号,那为什么,原来那些车辆铁 说有些人他登记了,未派到给人,那都可以,那未派到给人 原来之前他改了地址,就跟运输署有登记和通知,但运输署 他就未更新他电子资料库,未更新,搞到就摆了旧地址 那人家通知了你,你又不更新电子资料库,其实这些按一个制就搞定的事 你都是做不到的,有些更好笑,就说因为他没有留下电子联络方式 其实人家留下地址,更新了地址,你就把车辆贴,尤其去地址就搞定 跟电子联络方式有什么关系,是很低能的,有些员工已经找了新工 那他怎么办呢,现在又要留在这里,做多两个多月,你真不知道他们搞什么 有些车辆贴,还有一些车辆贴说不够货,我心想你应该会遇到有多少司机 比如80万,车辆就有80万张,可以不够货呢,连那些证,那些司机卡 又说可以不够货,你心想你连预货,再去到你的资料的更新 再去到你政府的效率做事都可以在这么差的情况之下,你说搞什么 而立法会那边,这些东西又睹不到政府,他一时说要申请多些职位 好像这个劳福局,再申请六个首长级的职位,这个孙玉岩真的很诚实 我欣赏他诚实,诚实到他这么笨实,如果我不开这六个职位去招募人才 以我能力是做不到事,那你花几个睡觉,就是你废话,你废话 你废话就要我们多洗工堂,开六个首长级的职位 香港这么多公务员,十几二十万公务员,这么多部门 又你告诉我没有这六个职位做不到,内部调配行不行呢 就好像之前都被人说,比如在非日,港都南,有些人都没有工作 可以内部调配不用开多一个首长级职位,他都说要开的 这些大花童,一方面你政府可以省钱,对市民就好像陈茂波的态度 跟跟计较,是不是再消费券有得再派都不知道 然后这方面又开首长级职位,各方面我能力做不到 这方面叫你先内部调配人手,你又不先做 都不知道你整班人在搞什么,不知所谓一塌糊涂,礼斌落坏 其实由洛慧玲的时代,其实都是很明显的,那为什么 由林郑搞这个逃犯策定条例,你们不行,你们不行,我们亲自来 告诉你,对你这班香港议员,这班香港官员 如果好像以前那样,还对你有信心的,董建华他年代 曾任权他年代,他们不会那么明显,初初就算梁振英去拜票 去中联办都明说现在不是,那为什么,你帮香港建制派 就是你自己去检讨一下,这些摆道民上面是对你们信任不足 或者可能你觉得不是,但是人家那些就要摆到好明 现在就告诉别人,说要我们跟你谈一下先,可能要跟你有一些训话 还是怎样,很明显,你这班建制派就检讨 是不是这几年来你的表现令到上面,没信心 所以才要看到你那么紧,以前就不用 你说对于李家超政府那些,究竟是谁他真正说是 大家都知道,如果说真,会信你这个李家超政府是怎样 你做到事,然后老板都是这样,你做到事我就不管你 你做不到事我就叫我的下属盯索你,所以这个情况会否有改变 就看上面北京对于现在新的李家超政府,他的评教会是怎样 暂时你觉得李家超政府交不交到一些成绩表出来 经常都说人家信不信你,永远看你自己能力,能免别人比 假就自己丢,好似林郑自己丢搞,李家超你想一下 你很多东西现在都批评和林郑政府分别不大 由这个疫情的处理手法,疫情会否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等等 就好像梁志雄说了些废话,哎呀但如果要成立这个调查委员会 检讨是对的,但你说要有人头落地追究这些就不对 有什么不对,因为死的那些香港市民不是你的亲人 因为你没有切肤之痛,很多失救而死的不是你认的人 梁志雄,所以就说这么冷血的说话 其实你政府要被人觉得你真是在市民那方面想的 不要像林郑时代不能谈,我高高在上太自负太高傲 如果这些你不说其实大家都有眼看 李家超出去了沙特阿拉伯,有记者问到 香港官员和新的美国领事那边在香港也有见面 他们都不知可否,说真的,在现在经济大家都不好 你知道尊美关系,都因为气球事件继续 都会去到新的打嘴炮的阶段,不过都照着若迹若离 譬如那头他又说你的气球飘去,我们中国那边都有十几次 这头就美国那边否认,但未来迟些很大机会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都会访问中国,中国都说是表示欢迎 所以在香港方面都是,你假设去美国就不行了 不过你的官员在香港见美国领事,我都相信上面都会 给你这样做,你都想有时关系搞好些,吸引多些外资 说真的,现在经济真的差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不想,你是要吸引外资人才,新加坡就拿了不少 现在你都说要复偿,如果开了关之后,那些资金 人才流入都比较慢,一定是会被人问责的 而且大家看看,通了关之后全面通关 你政府现在有没有特别去说,每日多了多少旅行团 出出业界估计全面通关之后,就会有多了一些旅行团 每日都有几团而已,但头几天我们见的就是职业黑衣 见的就是走私水火,被人说你执法很差,星期二投诉 星期六星日联合部门行动,去到有些要站在那儿就算了 不站在那些就劝语你,你叫我走开些便走开些 你整班执法人员走了之后,他又回来,顾太服务 基本上就无分别,好像就算拉了黑衣,拉了两个 最后发生了一千五元,然后我不交钱,我没有钱交 然后就让他拘留他五天,这些当然就不够 阻害了一千五元,有时一个小时他赚都不止一千五元 你看看那些,有钱买道具,明明四肢见全 买道具就装上去就假手假脚,这样都可以 这些你执法是否可以做好些呢,然后北区又说家长 现在又出现那些拐子集团,家长都要小心 拐子集团大约是六七年前都试过,譬如马鞍山那边 都要出他的警告,在幼稚园外面大家都要小心 这些政府的执法其实是否可以再做好些呢 为打击那些非法去行黑,打击那些走私水货 你可以再主动做多些